再說到去道士館就找看出金雄家文典園的外董是真正常的事情 但是晚上如果睡在道士館裡面就很安靜 中華市立道士館 法庭鋒基盤夜宿道士館的外董 說要帶到客棟體驗靈慮跟頭的感受 關於客棟探索亞間道士館的好記心 晚上九點過後的中華市立道士館已經睡覺 不過本來帥仔是丁慧通明 就在一樓的立道道士館裡面 一頂小朋友已經準備好睡袋 因為他們晚上要在這裡過眉 因為這是第一次的 然後之前都沒有來那個圖書館呃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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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未來的讀書方面有很大的幫忙 有機會在讀書館過年 不然小朋友很開心 家長也很放心 跟小朋友交給讀書館 給小朋友有不同的體驗 因為他們平常就很喜歡來圖書館 就是平常或者家就很喜歡來圖書館看書 然後夜數圖書館好像是第一屆 然後我們想說一定要來參加 就覺得應該很有趣 讓他們體驗不同的生活 我們之前有參加那個閱讀書 然後可以參加夜數活動 所以我們就努力的借書 然後讓小朋友的機會可以體驗這個 夜數圖書館的活動 因為是很不一樣的體驗 附近乎共町 是在讀書館的創新學部 就由結合 讓土和生活的過美活動 讓學長體驗不同的和土感受 經過可以接近切本 我們做學長探索也跟讀書館的好記心 動作總好新聞 中四輿 中華 才法eded